我早年在美国 刚刚到德州没多久的时候 有一个同修 也是新搬到那边去 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参观 家里后头有个很大的院子 晚上 月光非常好 我们在月光下面 摆个小桌子好长 一阵清风带着异象 每个人都闻到 想从来没有闻过 而且时间很长 有一两分钟 那后来我们大家问 这像从哪来的 不是画像 他们是佛教家庭 当然里面也有佛菩萨供的像 不是摊像 不是烧的像 从哪来的 那么这像是不是佛菩萨感应呢 不是的 我觉得不是的 我们没那么大的功夫 我们在一起讨论佛法 这是佛经上有 天人 从这边经过 他停一停 看到我们在那里讨论佛法的很欢喜 停一停 表示一种示意 就好像一种欢喜赞叹 敬意一样的 天人身上的香气 这个很多 那天人我们看不见他 我们也没听见声音 香气 就问到了 这个境界 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初学佛的时候 我们夜晚看经书 白天没有时间 晚上下班了 没事情 公公进进的 看经书 住的是公家宿舍 周围有人家居住的时候 距离我们的一公里以外 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距离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闻到谈香 我们没有自己 没有烧香 附近的时候 纵然有烧香的时候 一公里的时候 不可能闻到 尤其我们在房子里面 不是在房子外头 这乡从哪来的 我有好多次这个经验 以后我向张家大师请教 把这个经验告诉他 他给我说的 或者是菩萨 或者是罗汉 或者是天人 从这一边经过看到的时候 他在那里停一下 就有这种感觉 那相对不同 你就知道的时候 你遇到的这些天人 菩萨 罗汉 他们的身份不一样 他们修行的功夫不相同 所以他们放出来的香 也不一样 能听到音声的 我也遇到有好几个人 我遇到三四个 经验到佛菩萨形象的 也有比较少 感应嘛 今晚会让我们感觉到